資深演員岳華在溫哥華舉行出殯儀式 由太太舔離主持儀式並上台致詞 她說今個月初還有做早餐給老人家吃 但一次華麗轉身就走了 今次出殯儀式也有相識超過30年的好友 袁華高雄張之閣也有飛到溫哥華出席桑禮並扶寧 圍照由惡華女兒梁曉輝捧著寧舊義送上嶺車後 圍傷舔離和好友張之閣等人也有在嶺車後不斷依依不捨揮手送別 等嶺車洗走後 舔離向出席的人士道謝 感謝各位師兄姐給我的力量還有那麼多朋友 讓我完全好好的正常地做完這場告別式 真的謝謝 謝謝 而且每一位來賓每一位歡喜樂華的朋友 都給了我力量把這一次的告別式做得那麼樣子完整 謝謝 謝謝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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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少用這樣結束 但是讓我們一起用熱烈掌聲來歡送華哥 張之閣 袁華和高雄出席桑禮的時候也有接受訪問 在八年代初認識我和阿彌陀佛 因為我要搞舞台劇 那馮寶寶 梁家輝 然後有一個很重的角色 要和寶寶和家輝有很多對手戲 那我就打給大哥 我說張之閣 她說我知道 我說大哥你可不可以演舞台劇 他說為何你會找我 我的角色很適合你做 那跟著和她結了緣 她做了我五個舞台劇 岳華是一個完美的人 因為我在娛樂圈這麼多年 我見盡很多人 即是跟紅頂白 或者是 可能是講一套做一套 但是岳華大哥不是這樣的人 他是娛樂圈的典範 他那個人之好 我真的一時之間不知怎麼說 一路好走 我在香港特意來送你 大哥 你一路好走 先走了 可惜 大家 我們整班老友在排隊 對 還有緣的 有緣的見過幾次 最後第一程 我到她剛才說 我第一次送她來緣哥華 第二程就送她去佛國 送她來緣哥華 送她去佛國 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不可以走 我到你去下輩子 我到你下輩子 那天 我到你下輩子 感谢观看